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很久没有在儿童细胞见面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AAC中文儿童细胞的频道 让我们以这首歌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 我们是广命之子 生命在我们的心间 曾经乱去种子 都一天又一天 是天赋做私的岸点 我们是广命之子 变速在我们的心间 曾经乱去种子 都一天又一天 就是黑暗一重就考验 阳光为我们的风笑脸 黑暗一起离我们好远 像神与根学生成天天 我们像整个世界 我们像整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广命之子 天赋做私的岸点 我们是广命之子 天赋做私的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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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又一天 如果黑暗一重重考验 阳光为我们相望超脸 黑暗一起离我们好远 象神与根学生成天天 我们像整个世界 你们像整个世界 因为我们是广命之子 阳光为我们两方笑脸 黑暗一直离我们好远 笑声与歌声将这天天 都会想着这个世界 都会想着这个世界 说我们是光明之子 1 2 3 4 阳光为我们两方笑脸 黑暗一直离我们好远 笑声与歌声将侧见面 让我们想着这个世界 让我们想着这个世界 是否我们是光明之子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得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节 我好想出去哦 已经在屋子里面 1 2 3 4 哇一个月多了耶 想 pergi sana sini sana sini 都不能哦 好想去学校 好想去教堂 我们都好想出去 但为了安全 我们暂时都出不到哦 当保罗写菲利书信的时候 他也和我们一样 像布基沙那些 都不能哦 因为他这个时候 已经被乱进在 罗马的监牢里 大叔跟家长 保罗不是好人吗 怎么被抓了 原来有人因为讨厌他 讨厌他讲耶稣 结果就害保罗 他被抓进监牢里 虽然如此 保罗还是靠着 对耶稣的信心 仍然充满喜乐 并勇敢地传福音 让在罗马城中 与他接触过的人 甚至是监牢里看守他的士兵 都听见耶稣 保罗鼓励菲利比的信徒 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惧怕 都要勇敢地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 孩子们 当你在困境中 你会垂头上气 还是你会勇敢地依靠神 去面对困难和彰显耶稣的爱呢 今天 你不能出去 但我们还是可以传福音 通过电话 告诉你的朋友 耶稣爱他们 今天 家里有好多家务 我们要向父母彰显 耶稣的爱 帮助父母做家务 今天 你的功课很多 你要向老师彰显 耶稣改变了你 使你努力做功课 保罗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榜样 就是在困境中 人怀着盼望 他没有害怕 没有找借口不传福音 反而想尽办法 向大家彰显 耶稣爱他们 盼望我们都学习保罗的精神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都要努力让耶稣在我们身上 彰显出来 来动动我们的头脑 让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嘴巴 何时 可以如何彰显 耶稣基督呢 首先 你的嘴巴 可以怎样向人 彰显 耶稣的爱呢 对了 你可以多说 点鼓励别人的话 介绍耶稣给你的 父母 和朋友 那么 你的手呢 你的手可以帮忙家人做家务 当你的兄弟姐妹伤心的时候 你可以拍拍他的背 安慰他哦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看见保罗 他渴望掌显耶稣的心智 即使环境恶劣 他仍然勇敢面对 并且不放弃传福音 愿主帮助我能像保罗一样 在宽境中 仍能掌显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小朋友们 我们儿童天国的第一集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约定下一次再见 在宽境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